高鐵延伸宜蘭炒不停的四大站 通通出局 由第五折中方案勝出 原本提出的四城宜蘭縣政中心跟羅東 中央地方各有所好 遲遲無法給答案 直到十一月拋出宜蘭新站 就在縣政中心以南三百五十公尺處 各界似乎反對聲浪小 十九號正式拍板定案 路線全長五十九點三公里 經費約一千八百八十億元 以優勢分析來看 能兼顧西北西南發展 開發效益高 噪音衝擊小 不與鐵路共構 缺點則是路線拆遷 要強化農業區排水系統 費用是第二高的 還必須繞過翡翠水庫 可能會變成環瓶中的挑戰 但綜合評估下 它的優勢確實比其他站點還要高 的減少 這樣讓我們可以整體接受 這一次這個交通部 所要選擇的最優秀 最優先方案 預計二零二五年動工 最快二零三六年完工 曾被立委嗆 限期內選不出來 就下台的交通部長王國才 又再次被質疑程序不公 因為冒出折衷案後 短短一個多月就定案 它的綜合規約報告 已經進行了兩年多 只是說最後這個站值 再做一個確定 歷經各種角力 甚至引發政治鬥爭 宜蘭高鐵宣指大戰 終於暫時落幕了 TVBS新聞 簡大成 吳玉亞 宜蘭采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